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不要傲慢 其实呢人生最幸福的就是 没有傲慢 纯净纯善 就拿我做举例子吧 我就是一个 很傲慢的 就是傻吧 就是很盲目的一个人 并不是很了解自己 因为这样 所以比较盲目 比较盲目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自大 就是那种 很傻很傻气的那种自大 但是这样会很困扰我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让我在生活中 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难 这就是自己给自己 造成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 愈发的去减少傲慢 傲慢 傲慢心 因为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少了让你生气的事情 棘手的事情 麻烦的事情 就更开心 就每天呢 放下一点点 到最后全部放下 一定要全部放下 那我用什么方法呢 嗯 时刻提醒自己 要纯净 纯善 用学习的方法 学习看书呢 其实是戒律 通过各种看书 让自己有定性 然后呢 也是念佛和拜佛 也是让自己有定性 心思定得住 就不会考虑自大的问题了 加油